世界田莲公布最新一期女子短跨世界排名 中国跨栏人际明星吴燕妮世界排名从第38传生到第26 创造中国田径队在女子100米蓝项目上的历史最高排名 目前排名亚洲第二 即至于印度名将亚拉吉 超越了所有的日本选手 吴燕妮单刀附会在日本客场豪取两项冠军 连续两次团灭东营众楼名将 连续两次刷新女子100米蓝纪念亚洲第一好成绩 特别是东京黄金大奖赛是金标赛事 重要程度与亚远会持平 吴燕妮借此捞取大量积分 世界排名一下子从第38升到第26 距离进入世界前20的目标一步之遥 与林雨薇时不时毫无征兆地跑出一枪好成绩不同 吴燕妮的特点是比较稳定 所以在赚取积分方面更占优势 吴燕妮现在的赛季最好成绩 就是亚洲赛季最好成绩 如果世界排名成为亚洲第一 就将巩固亚洲一届地位 吴燕妮现在距离世界排名第22 亚洲排名第一的印度选手亚吉拉非常接近 随时有机会反超 吴燕妮世界排名第26 是世界田连积分改革以来 中国女子短跨运动员历史最高排名 你以为的历史最高是第38 如果吴燕妮年终排名杀进前二时 下个赛季就会成为钻石联赛常客 有利于她参加更多大赛锻炼自己提升知名度 得到欧美市场和国际品牌的广泛认可 亚洲方面 开启劳模模式的亚业会亚军亚吉拉 世界第22 亚洲第一 亚业会季军 日本美女田中右美 世界第35 亚洲第三 日本老将四田明日香 世界第38 亚洲第四 你以为世界排名从第44升到第43 位列亚洲第五 留乡师妹夏思宁 世界排名第176 亚洲第16 世界方面 东京奥运会冠军波多黎各名将奎因高居榜首 世界纪录保持者 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世界第二 室内世界赛冠军 巴哈马盟女查尔顿世界第三 不过就在昨天在芬兰进行的一场小型田径赛 女子100米篮比赛里 亚约会亚军印度名将亚拉吉以12秒78夺冠 追凭自己保持的全国记录 刷新吴彦尼创造的今年亚洲第一号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 亚拉吉最后一个篮出现失误撞翻了篮架 否则他可能会更快 亚拉吉得到了印度奥运专项基金扶持 这巨资拍送他到欧洲训练和比赛 亚拉吉开启了劳目模式 进行了一系列比赛 希望能够跑进12秒77直通巴黎奥运会 其实亚拉吉还是太小心了 即便无法通过成绩直通奥运 奥运积分也足以保证他去巴黎 在芬兰的比赛里 亚拉吉彰显出色的状态 预赛跑出了12秒80 决赛是在顺风1.3米每秒的情况下进行的 亚拉吉虽然技术不算很细腻 但有平跑能力做支撑 他一马当先自始至终保持领先 最后冲刺出现失误 把最后一个篮架撞翻 不过他还是以12秒78夺冠 以0.0秒的差距无缘之通巴黎 亚拉吉参加的这项分篮赛事 非常简陋 也没有什么高手参赛 田田认证为第级赛事 虽然高于林雨薇 在美国的E级和F级比赛 但远远不如 吴彦尼今年的室内世界赛 钻石联赛和日本赛的含金量高 宽篮是一个很奇特的项目 和高手过招容易被带乱攻篮节奏 所以低级别赛事的说服力就比较低 不管怎么说 亚拉吉抢走了 吴彦尼的亚洲赛季低好成绩 也证明了 吴彦尼在亚洲最大的对手 既不是队友林雨薇 也不是日本军团 而是亚拉吉 亚拉吉目前世界排名亚洲第一 成绩也是今年亚洲第一 硬实力绝对不可小觑